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再为大家分享一款,可以让国内的安卓手机,苹果手机都可以使用eSIM卡的一个eSIM载体 它的一张卡可以集成最高15张eSIM卡 假设你是双卡双带的手机,那么有两张这样的卡的话 最高可以集成30张eSIM卡,全世界通用,全世界的eSIM卡都可以使用 那么这个为出国出差工作,因为就是很多翻墙到国外的小伙伴 注册一些国外的账号,甚至保号,都是非常的实用的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手上就是已经邮寄过来的一个可以集成eSIM卡的一个卡片 它叫Switch 那么打开以后呢,它里面有一个eSIM的一个卡 还有一个这个确卡针 那么这边呢,它也说明了这一个操作步骤 先把这个卡插到手机上,然后再下载这个APP 然后就扫描这个eSIM卡,就可以把它导入进去了 好的,我们先来它的官网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官网,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再看一下,这个卡就叫Switch 然后这个eSIM卡呢,在您的设备上解锁eSIM 在您的智能手机上,为每个Switch卡 存储多达15个eSIM配置文件 并在任何带有SIM卡插槽的设备上使用它们 这个eSIM卡呢,就不用解释了 不用解释了,这是一个虚拟的电话卡 那这个旅行数据,互联网连接都是可以的 包括这个企业的解决方案 那这一边呢,就是一个下载SwitchAPP 然后就可以支持这个安卓和LS设备 支持的设备呢,大家可以在这边搜索 这边可以,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是可以的 假设你不确定,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在这边输入你的手机的型号 然后查询,看看这个支持不支持 第二种方法呢,在你的那个手机上 插入这个Switch这个卡的话 它也会识别到你的手机能不能用 这一边可以加入他们的电报群 这一边呢,它是跟这个Switch合作的一个ECM供应商 它提供了一个目录,大家按需这个使用 我在这个上面买也是可以的,都没关系 可以根据你去的目的地的国家 然后根据它的一个供应商可以去选取 那么我们来下载它的APP,点这里了解更多 同样的把它翻译一下,那下载的方式有很多 这边扫一扫,用手机扫扫这个二维码 也可以安装这个APP 那假设你从电脑下载也是可以的 这边直接点安装APP 这边开始下载,它的大小呢,就12.9兆 好的,我们把它的安装文件 给它放到桌面上,放到桌面上以后呢 我们连上我们的手机啊 直接拖进来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的手机的一个密码进行安装 这边安装完成啊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我把它朝下移一点 Switch, we save 我们打开它看一下 这边给它允许一下 打开以后这个界面呢,非常的简洁啊 非常的简洁 它其实是PlayB这个机构出品的一个啊 这个通讯公司出品的一个 这边就是添加啊 这个加号就是添加扫码添加啊 那边还有一个这个 呃,Fone这个功能就是检测你的手机啊 我是华为手机它就检测出来了 好的,这个安装完以后呢 我们剩下的就要干嘛 要找一个这个eSIM卡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还是用这样一个 呃,一个免费的eSIM流量卡来做一个测试 好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科学上网工具 看以后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进行一个搜索下载 它的名字叫First 搜索出了以后呢 这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了 First travel is same 就是它,我们点击下载 下面这里点击安装 大小时130兆 啊,稍等片刻 这边安装的时候就点允许 这边你了解 然后继续安装 那的啊,输入这个手机的密码 好的,安装成功啊 我们把这个关掉 好的,安装成功以后就是这个啊 啊,First,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是个广告啊 我们点Let's go 好的,到这边呢 他需要注册一个账号啊 那我们这边呢 是这个谷歌账号 这边是这个邮件啊 这边是电话注册 其实经过我尝试啊 电话注册也是可以的 其他的两个方式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用电话来注册一下 比较简单一点啊 我们试一下 啊,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他改一下啊 改成加86的 我们从下拉找到这一个 加86 啊,然后 出入这个号码 号码输完以后我们点确认号码 这边他说确认你不是一个机器人 好的 这边发生了号码 收到号码以后呢 我们把那个验证码输进去 692507 好的,点下一步 这边需要选择一个计划 打开一下 这边有三个计划可以选啊 啊,这边是 这边是 这边是呢 这个是 免费的Pray的计划 我们 在下面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到这个界面 是这个 安装与SIM卡的界面 那我们 再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这边第一第二 那我们 把第二个呢 这个 代码给他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以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这个 浏览器啊 我们搜索一下这个 草料二维码 草料二维码 生成 那这个就是了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呢 在这边 我们把那个代码给他粘贴上去啊 粘贴上去以后 这边就是生成二维码 好的 二维码生成以后 我们 这边呢 就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手机啊 这个switch 打开这个APP 打开以后 我们点加号 啊 这边我们就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 好的 扫描完以后呢 他现在显示在下载 这个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前来去等待一下 好的 下载成功啊 下载成功以后呢 把我们手机的这个 这个VPN给他关掉啊 关掉以后到这一步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按钮 这边有个按钮 我们给他打开一下 啊 这边点确认啊 大家看到目前来讲 我手机上没有装任何的卡 没有装任何的卡 只有一个WiFi在这边 那我们这边点确认 好的 现在打开啊 表示说这个成功了 成功以后 现在显示无服务 对不对 那我们到手机上来把这个 数据漫游给他打开啊 我们 点设置 然后这边点移动网络 啊 这边点这个移动 移动数据 移动数据的话 这边我们把这个移动数据给他打开 打开以后这边这个漫游也给他打开 打开以后这边就显示5G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边显示5G了啊 这边是中国移动的一个 使用中国移动的一个渠道啊 通道 好的 现在表示有流量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打开 那个我们的谷歌浏览区 来测试一下 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流量啊 我们把手机重新启动一下看看 好的 重新开机以后呢 我们啊 再来尝试一下啊 我们打开这个 APP这边是已经打开的啊 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 这个有没有网络啊 我们打开还是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区 因为他这个流量呢 有时候要等好几分钟啊 等很久才有的 所以这个最开始 安上以后打不开的话呢 大家要稍微等一下 好的 现在有流量以后 我们把这个关一下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WiFi给他断掉 手机的WiFi给他断掉 断掉以后大家看到啊 现在只剩了这个 这个卡的流量啊 那我们测试一下 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流量 现在这个刷新啊 刷新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有流量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卡是怎么买啊 我们还是打开 浏览器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啊 我们也是一样给他翻译一下 好的 这边是 购买的一个页面啊 这边点这个就可以购买 进去以后呢 他支持这个 很多的付款方式啊 这边自动是这个人民币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来做一个定定购 那这边的话呢 是支持这个安卓和LS的 他是148 这边呢是支持安卓的 是101啊 这个其实都是 嗯 价格还是蛮优惠的啊 蛮优惠的 这下面呢 是支持 这个银联付款 Vira付款啊 包括这个 中国付款 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们在付款页面呢 有一个优惠卡 点了优惠卡以后呢 可以有一个10%的一个优惠啊 那像这个101的优惠 10%上的90多块啊 还是蛮划算的 这个发卡呢 都是从国内发的 然后发到国内发到国外 都是可以的 三天就可以到 好的 今天这个switch卡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